大莽局分2比0,领先摩托 第三局风云突变 大莽开始玩起来了 先是1比6大比分落后 然后追到9比10 最后能够来个超级逆转了 大莽这局玩开先了吧 各种姿势都试过了 下面该认真了哦 别输了哦 第四局 他俩又是开场就高潮 更高的朝右来 大莽直接一个发球失误 老大 不要搞我了 以前爱看柯柯打球 背下的心梗 你现在也开始了吗 感觉大莽今天闷闷不乐 难道还在横发行尸吗 齐刘海的确不适合你 那就赶紧打完收工 重新去理发 果然大莽听了我的建议 突然变成周五下午的我们 发疯一样赶攻 期待早点下班 是会对手高潮来 不开玩笑 认真的讲 只要大忙顶住进台 同时在前三把就进攻 摩托根本没有半点机会 但是 当我们以为大忙会 一将春水向东流 直接带走摩托时 意外发生了 第五局 大忙是个倔脾气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非要用远台爆拉 的确 这种打法观赏性更强 澳洲当地有很多同胞来看球 多年就这么一次机会 大忙一定要给他们奉献最精彩的比赛 而摩托已经站到悬崖边 再输就被淘汰 他只能放弃准确度 疯狂的搏杀 结果又成了第三局的翻版 大忙先是大笔分落后 给了摩托很大的希望 然后又追平 这时候的张本已经不叫了 他已经看透了 大忙已经完全操控了比赛 非常少见 张本迎球竟然不叫 难道是被大忙打服了 还是在憋大招呢 不管对手怎样 但是大忙如果接着玩 那可能就真的出问题了 第六局 我想说 你站在那里已经很好看了 大忙赶紧结束比赛 以免夜长梦多 而且我的视频做长了 没人看完的 他似乎听到了我的内涵 不再退台 站得更靠前 张本作为职业选手 更懂比赛 他看到许星站到进台 已经开始害怕了 接二连三的各种失误 最反常的是 现在的摩托 哪怕得分也不喊了 连主持都说 很少见到摩托这么安静 最后 大忙能否赶紧打完 去重做发型呢 关话筒 你们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